为什么死在珠姆拉玛峰上的人没人收尸体 其中最出名的一具尸体 二十多年还留在原地无人感动 其中有何隐情 从1953年新西兰登山运动员首次登顶珠峰 截至2020年2月 一共有4469人成功登顶7646次 虽说随着登山设备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登上珠峰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如今留在珠峰上的尸体也多达300多句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命丧珠峰呢 首先珠峰作为世界最高峰 海拔高达8848.46米 因为海拔越高 山顶的温度和含氧量就越低 就连3650米的拉萨 氧气含量都比沿海地区低30% 到了8000米氧气几乎都没了 此外人们在珠峰顶部记录到的最低温度 低至61.3度 哪怕短暂露出皮肤一分钟 也会立即被冻伤 而珠峰几乎全年都在刮大风 只有每年5月中旬到下旬 天气晴朗能见度提高 最适合登顶 也被称为窗口期 这个窗口期长则四五天 短则两三天 错过就只能等来年再登顶 否则就是上山送死了 那么通常死在山上的人 都是因为哪些因素死掉的呢 要知道因为珠峰的海拔太高 光是坐在上面呼吸就是一种困难 更别说登山既耗费体力 又需要大量的氧气 这个爬过山的小伙伴 应该是深有体会 所以说下山的时候会尽量选择缆车 但是珠穆朗马峰可没这玩意儿 所以说很多登山者 要么是体力不支 被困在山顶而死 要么是缺氧而死 还有的人则是因为路面湿滑 或者冰雪塌陷等因素死亡 尸体就留在原地 成为了后来登山者的路标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绿靴子 如果你能坐电梯到珠穆朗马峰 8500米的岩壁下 那么你将在这里见到一个 身穿红色登山服 上身蜷缩 双腿伸直 脚上穿着绿色靴子的登山者 他已经在这里沉睡了20多年 无数登山者在登顶之前都会路过这里 但是20多年来 即使绿靴子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闻名 但是他的家人却丝毫没有 想让他入土为安的意思 这名绿靴子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因为珠穆朗马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 位置非常敏感 并不是所有人随随便便都能爬的 在开始攀登之前 必须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 经过多方调查以后 人们最终确定了 绿靴子是来自印度的登山者 28岁的印度边境警察 泽旺 在1996年4月 十多支登山队伍 在尼泊尔境内珠峰南侧集结 泽旺和其他五名印度边境警察组成的登山队 也在其中 5月10号 他们六人准备向珠峰发起最后的冲锋 但是山上突然出现暴风雪 登山队被吹得七零八落 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 登顶是无望了 泽旺只能和剩下的两名队员一起下山 但俗话说 上山容易下山难 没多久 他们就筋疲力尽 更糟糕的是 泽旺又和其他队员走散 在身体极度疲惫和缺氧的状态下 泽旺找到了一个有石灰岩遮挡的避风口 抱着双臂 蜷缩着身体 睡得过去 这一睡 就再也没能醒来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疑惑 为什么责望的队友不返回救他 要知道 在八千米的山上 如果你打算帮助别人 要么给对方氧气 这样你自己就可能因为氧气不够死亡 要么你给对方食物 这只会让对方多受几个小时的折磨 即使是现在的登山运动员 在登顶前做了详细的登记 还在身上穿搭的定位工具 在遇到突发事故时 也很难得到救援 接下来问题来了 珠峰上的三百多具尸体 大多有名有姓 却没有人肯为他们收尸 实际情况比你想现在要困难得多 别看珠峰登顶的人 累计已经达到四千多人 但每年登上珠峰的人 其实屈指可数 首先攀登珠峰想要有去有回 是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的 携带的设备就多达三十多种 而这些设备的价格大约是十万 再加上来回的路费 向导费啥的 爬一次珠峰就要花费五十万 而上了珠峰以后 高寒缺氧 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雪崩 也对登山者存在巨大的威胁 这就导致他们不能在封顶久留 拍照打卡之后就要马上下山 一个人登山就费老鼻子劲了 更别说带上一具尸体了 不过珠峰上有一群 由尼泊尔二十位登山专家 组成的尼泊尔探险队 他们也被称为珠峰倾道夫 负责清理珠峰上的垃圾 以及稍会一点半路在珠峰睡着的人 他们会用工具 一点一点砸开他们周围的冰雪 然后将其从积雪下取出来打包 光是凿开冰雪这个过程 有时就得花上两个小时 遇到特殊情况还要把人和冰雪一起凿出来 总重能够达到一百五十公斤 仅仅依靠人力去搬运 简直难如登天 尽管这些珠峰倾道夫们 在运输过程中会用到绳索 但是总体还是十分费劲的 一次运输过程中 一个叫纳姆加尔的倾道夫 在将遗体搬运五米之后 泪晕过去 好在他的队友及时赶到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 派直升机过去 直接把人装回来不行吗 要知道珠峰上常年大物 能见度低 风还大 根本不适合直升机飞行 而直升机动力系统产生的噪音 还有可能引起雪崩 所以用直升机也是不现实的 对于长眠在珠峰上的勇士 你是表示敬佩 还是觉得这是无谓的牺牲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